未来世界随着海平面的不断上升 导致海边的部落积连被淹没 村民们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很多人都搬走去其他地方生活 女主艾玛是一个科研小组的成员 他们致力于研究鲨鱼 艾玛的胆子很大 总喜欢跟鲨鱼近距离接触 她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跟他们沟通的技巧 这天艾玛再次顾及重施 去捷径鲨鱼 直至对方一点面子不给 直接把他撞翻出去 最后老小姐艾玛的手臂在流血 连忙将他带上岸 以免血腥味引来更多鲨鱼 科研小组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海下检测系统 可以用来观察这片地区的生物情况 根据统计 今年鲨鱼的数量比去年下降了6% 艾玛感觉很不可思议 因为随着海洋的面积越来越大 按理来说 鲨鱼的数量应该暴增才对 现在却不增反减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与此同时 住在这个部落里的还有一对黑人夫妇 他们跟艾玛的团队是老熟人了 这天几人发现有艘陌生的船 正在朝这里靠近 可是他们的补给船 应该在一周后到达这里才对 意识到不对劲 众人纷纷警惕起来 等对方在岸边停靠的时候 艾玛才发现 自己前男友罗威也在上面 一见面 罗威就直言需要他的帮助 他们正在找三头公牛鲨 这三头公牛鲨在附近的海域被发现 据说已经吃掉了6个人 原本他们一共有4头 罗威等人已经抓住了其中一头 他们会联合狩猎非常不可思议 可是艾玛调查了检测系统 并没有发现公牛鲨存在的迹象 之后罗威带着他参观了 自己船上的生物标本 并建议艾玛最近不要下水 那三头公牛鲨跟其他鲨鱼不同 他们非常暴力 见人就咬 之后罗威船上的几名研究员 开始下海寻找公牛鲨 艾玛和老肖也参与其中 他们各自分头行动 可惜连一点公牛鲨留下的痕迹都没发现 他们只能继续四处飘荡 游着游着 艾玛突然发现了两具大白鲨的尸体残骸 这时罗威游到他身边 队员米亚提醒他们 有一只超大的公牛鲨正在朝这边逼近 几人只能快速聚集在一起 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名队友的半截尸体 很明显他已经遭到了公牛鲨的袭击 上海后艾玛询问罗威 那两只大白鲨会不会也是公牛鲨咬死的 罗威倒是没有遮掩 他表示这三只公牛鲨 已经把大白鲨当成稳定食物来源了 可是这样完全不符合食物链的规定 按照能力等级来说 大白鲨远超过公牛鲨 怎么可能沦为他们的食物来源呢 艾玛等人对这三只外来的公牛鲨 充满了好奇和疑问 罗威说可能是受气候变迁的影响 导致公牛鲨演化成了比大白鲨更高级的物种 而罗威团队的任务 就是替金主爸爸研究他们的神经系统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想办法抓住公牛� 否则他们迟早会破坏掉这里的生物链 为了维护辛苦研究的海底世界 艾玛决定一起帮忙 可是老肖却很不信任罗威 等人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 好像随时能打起来一样 只好他们再次下水 用海报写作诱饵 希望能引诱出公牛鲨 并用水下无人机进行探测 艾玛和米亚则在观察监测系统 随时为待在水里的人提供情报以及注意事项 很快一只公牛鲨就从西南方向游了过来 最终潜进一个水湾里 罗威受到消息后立刻前去查看情况 打算活捉他 害怕出意外 艾玛和老肖拿好武器守在岸边 很快公牛鲨现身 罗威一针麻醉弹打过去 可惜作用不大 直接被顶飞出去 艾玛见状立刻跳下去 好在麻醉弹起了作用 公牛鲨已经失去意识 他带着罗威回到岸边 并找人想办法把公牛鲨吊上来 根据观察 他们发现这是一只幼鲨 另一边黑人丈夫正在远处的海鱼上钓鱼 突然鱼钩开始剧烈晃动 而且怎么拽都拽不动 他很兴奋 觉得这肯定是条超大的鱼 因为实在拽不动 黑人便跳进了水里 结果发现咬住鱼钩的竟然是只公牛鲨 就这样他受到袭击 当场毙命 没过多久 黑人的船就飘回了部落 妻子吉娜看到后十分担心 开始大声呼唤他的名字 艾玛知道海里有公牛鲨 不让吉娜离岸边太近 并派老肖拖回了那艘船 最终在渔网里找到了黑人被吃剩下的一只手 这件事一发生 所有人的心理都很不好受 同时艾玛也对罗威的说法产生怀疑 他让队员使兵调查了罗威船上 一只公牛鲨身上的GPS定位跟踪 结果发现罗威在说谎 这些公牛鲨是从某个研究机构里跑出来的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是因为气候变迁才进行了演化 而是被人为的改造了基因 艾玛很生气 他跑去质问罗威事实真相 正说的话 船底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几人到达船下实验室才发现 有两只公牛鲨正在撞击观察窗 用不了多久 船就会被撞碎 罗威知道他们是来救那只幼鲨的 于是便将幼鲨吊起来放在甲板上 并用枪指着他 以此来威胁两只成鲨 果然没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而莫睹这一切的艾玛团队已经完全懵了 这两只公牛鲨竟然能听得懂人话 事宜之词 罗威只得告诉艾玛真相 原来这四只公牛鲨都是他的实验对象 金主爸爸想利用鲨鱼体内的某种物质 研究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 没想到实验发生意外 罗威的药物使得他们的智商急速变高 如果这项实验能发布出去的话 那么就能提高人类的智商 可谁知公牛鲨们过于聪明 竟然跑了出来 罗威等人不得已 只能前来追击他们 艾玛很生气 两人大吵一下 最终不欢而散 事后传言洛卡兹让人带上一个手提箱再次下水 老肖看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有些不放心 于是便用水下无人机进行探测 这才发现他们在安装炸弹 准备直接把这炸了 而艾玛则发现 罗威一方人切断了这里的卫星线路 老肖说 他们安装的炸药量 足以引发一场小型海啸 方圆几百里内 只有罗威的船处在安全地区 真是狗暴了 艾玛本想去跟罗威谈判 没想到他压根不知道 炸弹和卫星线路的事 这时 卫卡斯一脸阴沉地走了出来 罗威上前质问他 炸弹是怎么回事 卫卡斯一脸无所谓地表示 公司派他们来是为了收拾烂摊子 而不是做刺杀 反正这里也没什么人住 干嘛要那么费劲去抓公牛杀 风险大 还不一定能成功 直接用炸药炸了多方便 正说的话 卫卡斯便开始攻击对面的老小等人 仿佛直接被打他 开始往里进水 米娅和使兵被困在里面出不去 卫卡斯则让人挟持赖马 罗威吸胳膊吸腿的根本打不过他们 费尽九六二护之力 才帮艾马挣脱开束缚 结果他刚跑出去没多远 就被卫卡斯开枪震飞出去 直接摔进了海里 此时 鲨鱼已经围了过来 米娅和使兵出不来 老肖在外面急得不得了 好在艾马没什么大碍 他们成功会合 艾马下水去找炸药 老肖则想办法营救米娅和使兵 可是他们门前的木板已经被点燃了 他根本无法靠近 眼看房屋里的水位越来越高 三个人都是焦头烂额 另一边 罗威不想跟卢卡斯同流合污 准备跳船去找艾马 结果公牛鲨突然窜出来 罗威刚好掉进他的嘴里 命丧当场 艾马见状来不及伤心 跳进水里去寻找炸弹 使兵则准备出去看看 有没有逃跑的机会 一番寻找无果后 他重新回到房间里 没想到一只公牛鲨也跟了过来 俩人连忙躲到房顶上 偏偏这时 使兵的腿受伤了 开始不停地往外伸斜 很快就引来了公牛鲨 使兵被一口吞掉 米娅则侥幸逃过一劫 另一边 卢卡斯已经带着武器来到这儿 一开始 老肖因为他有武器 没敢轻举妄动 谁知道 卢卡斯狂妄至极 一把扔掉枪 要徒手搏斗 老肖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两人当场开始打健身战 老肖很快就因为年纪大 落入下风 卢卡斯有些得意忘形 让手下处理掉他 自己则回去休息 但是老肖好歹是主角之一 怎么可能一直被动挨揍 打不过卢卡斯 还能打不过这个小喽啰吗 老肖转身将他按倒在地 突然公牛鲨冲过来 直接咬死了小喽啰 这时 米娅所在的房子彻底塌了 老肖根本来不及上前救人 事到如今 他只能顾好自己 而此时 艾玛还在跟炸弹较劲 突然 卢卡斯的手下来到这儿 两人互相争执 谁都没有退让 艾玛还挠上了他 对方恼羞成怒 从背后搂住艾玛的脖子 要将其活活掐死 眼看他就要窒息而死 突然 公牛鲨再次出现 直接咬死了手下 艾玛则迅速摘下炸弹 然后以此威胁公牛鲨们远离自己 公牛鲨担心炸弹爆炸 没有轻举妄动 只是一直围在艾玛身边 似乎是想找好机会解决掉他 艾玛没办法 只能向老肖求助 于是 他便跟吉娜合力 把小喽啰的尸体扔进海里 吸引公牛鲨的注意力 艾玛这才得以脱身 可是他并没有立刻返回岸边 远处的卢卡斯正在驾船 慢慢远离这里 等他到达安全区域后 就会引爆炸弹 就在老肖焦急万分之际 艾玛终于回来了 他已经把炸弹 安装在卢卡斯的船上 而好不知情的卢卡斯 则一脸嚣张的按下按钮 最终跟船一起沉入海底 只是公牛鲨还没死 艾玛决定留下来杀死他们 于是吉人便制造好陷阱 用水下无人机引诱来公牛鲨 起初一切顺利 没想到后来无人机卡在鱼网里了 公牛鲨们瞬间失去兴趣离开这里 老肖见状 果断选择跳进水里 重新把无人机拿出来 但是他却被公牛鲨包围了 老肖没有挣扎 拿出随身携带的鱼雷 跟他捅跪于尽 一起被炸成肉末 艾玛和吉娜伤心不已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 卢卡斯竟然没死 他突然跑过来袭击了艾玛 手拿匕首在其身上 划出数道口子 甚至故意扔掉武器进行挑衅 结果艾玛捡起匕首 转身就给了卢卡斯一刀 而且吉娜也在这儿 可以远程为他提供支援 分散卢卡斯的注意力 两人齐心协力总算解决掉了他 但是海里还有一只公牛鲨 艾玛见状直接下水做活人幼儿 引诱公牛鲨钻进一个废物处理机 然后按下开关 机器开始慢慢收紧 公牛鲨被卡在其中动弹不得 艾玛则躲在安全的地方 终于在公牛鲨里他只有10厘米的时候 将其活活击死 之后吉娜把艾玛重新拖回岸上 他们坐了艘小船 开始驶向远方 中途碰见一个基地里的柜子 竟然神奇般的找到了躲在里面的米亚 至此全片完 本片片名《深海狂杀3》 一部上映于2020年的科幻电影 说实话这个题材已经不新鲜了 2020年了 竟然还有人拍这么俗套的剧情 来来回回就那么点事 观众闭着眼睛都能猜到剧情 说实话 要想把大众化的题材拍出点新鲜感很难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别整什么妖魔鬼怪了